这个视频我首先要向小白熊和TTG道个歉 真的对不起 在曾经很多人都在说TTG野河不行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我说TTG总是搞一些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 甚至预测的时候 我都说TTG可能会过不了BOA这一关 但昨天晚上 TTG居然淘汰掉了微博 而且小白熊的野河体系真的也练出来了 所以复盘之前我先和TTG的粉丝道个歉 对不起 是我没有理解我的错 然后我们来复盘一下昨天比赛的最后一局 也是微博在领先1万GG的情况下 被翻盘的那一把 为什么会被翻盘 以及TTG都做了哪些好的措施 我都会解说出来 我们先来说一下BP 微博第一手选老虎 其实就已经在为司空阵做准备了 老虎冲担半个射手嘛 司空阵也是半个射手 所以这局 微博基本上是做好了不要射手打双边的准备 加上牛莫和达摩两个强力开端的英雄 对后排射手的杀伤力极大 至于微博的BP 优先搬掉一些灵活的射手 比如阿里 比如马可 他其实就是逼着TTG不得不选一些呆士 因为呆士躲不了达摩和牛莫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TTG不得已除了后裔 既然反正都活不下来 那首先就补个开端的控制 后裔时不时的射一键 打主动一点 双方这局的博弈是非常精彩的 光看阵容的话 说不上谁更好 就看局面的发挥 接下来 我们来到小白熊飞的第一视角 来看一下 现在小白熊的野河玩的到底怎么样 刚才河当视野已经探索了暖羊老虎的位置 蓝区肯定是安全的 那么小白熊就红开 没有卡一技能的强化平A 因为不确定暖羊开局的打法 所以这波刷红丝慢了一点点 但没关系 斩杀先的时候交惩戒 这个时候 暖羊二级做了个抓边的处理 小白熊反应很快 他连小野都不刷了 直接先去偷蓝buff 非二级的爬枪是很快的 从河道一下子就到了蓝区 这里微博是没有处理好的 因为上路抓了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拿到一血 可以把优势蔓延到蓝区 暖羊可以互换蓝buff 但抓人失败的话 一切都白搭 自己蓝区肯定要没的 河道和暖羊打了个照面 中线不吃了 他直接刷小野 反应很快 如果吃中线的话 会被暖羊老虎打状态 而且这番中线 他要刷蓝区 那么小野肯定就会被暖羊偷掉 小白熊对经济的掌控还是很多位的 就秉承一个原则 我的冰线我可以少吃 但我的野怪绝对不会让给你 小白熊正常刷蓝区 节奏上肯定没有暖羊快乐 因为暖羊少刷的野怪嘛 至于暖羊就直接抓下路 趁着关羽没有市集 达摩一伞开团 然后老虎牛魔跟上去 这波关羽被跃塔了 没办法 前面也说了 达摩牛魔的伞前开团 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 这基本上就是抓谁谁死 这时候 小白熊再刷下一个红buff 终点我们来看拿完红buff后 TDG的节奏是怎么打的 猫咪转上路 先查好视野 然后这个飞也悄悄过去了 这是一个暂时放弃中线 而集体进攻上路的节奏 小白熊过去的时候 也是刻意规避了中线的视野 兵线还没到 微博就没有发现他 因为他们现在后裔有大鸟嘛 目的就是配合后裔的大招 打一个掉点 谁在前面就射谁 这波抓死一个牛魔 然后再利用自己的机动性 回到中路补兵 只掉了一个兵线 非常赚了 接下来就非常有意思了 TDG想顾忌重施 大家看后裔的位置 蠢蠢欲动啊 他们就是想依靠后裔的大招 射中一个 去急动打掉点 但很明显 微博刚才吃了这个亏 注意微博他是有准备的 牛魔被秒了 马魔立马一闪接控制 微博是准备接团战的 小白熊被达摩逼退 没有团战能力了 正容上来说 微博前期的路径会更强一点 前期硬碰硬的话 肯定打不过 这波打完 虽然说是2坏2 但TDG亏了一波蓝区 小白熊还不想回家 想要剑走偏锋 看看能不能把一个蓝偷回来 但微博的牛魔附卧后 第一时间就去看蓝buff 小白熊没有机会了 就我们理性来分析 微博是不是一个强队 我觉得算是的 他肯定是一个强势的队伍 各方的协调也没有问题 但可能就是在关键角色上会突然掉链子 然后TDG开始进入了漫长的逆风 蓝区刷新了 微博肯定会进攻的 反蓝区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 达摩和牛魔两个大块都往前面顶 四面八方都是强体 TDG不敢接团 看来双方没什么大战的想法 不温不火的消耗一下血量 走很小心 没产生人头 刚才是蓝 现在是红 微博的进攻没有问题 TDG依靠盾伤在前面挡 小白熊墙上平A 等关于进场后 自己再下去收割 海诺及时交大招回味 差点伤害 非目前的境界还是不够高 秒不了 这个红也没了 后面 TDG就几乎没有出过高地了 一直被微博压着打 微博想的是 把三座高地一个一个拆完 而TDG也在等机会 他们依靠后翼的大鸟来开团 他们希望可以射到一个C位 然后顿三瞬间交闪 把人给背回来秒掉 其实TDG一直都在这样做 你们看这一剑 后翼射箭的时候 顿三就蠢蠢欲动了 但射的是一个牛魔 所以没有开 三十秒过后 再射一剑 只要中了就能秒掉 因为微博没有进化的 达摩也只有一个苍穹 只要不是射的牛魔 就能立马秒 到现在为止 我能明显感觉到微博开始烧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很害怕TPG的大鸟 他们想要赶紧结束比赛 所以达摩上来开团 但他没有开到C位 他开的是一个关友和顿三 顿三人家立马加大骚 而关友二级能解控 然后关羽一路顶 小白熊和后翼在后面疯狂输出 这波团战 微博打得太拉垮了 既然你都稳了这么久 为什么就不能继续稳住呢 马上20分钟的龙王就刷新了 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 你都看不到后翼 光开一个盾三有什么用啊 这波防守反击 TPG做到了完美 盾三在前面哄 关羽在中间推 射手打也在后面补输出 微博被打得一败涂地 关键问题是 这是两条龙的刷新节点啊 再过一分多钟 风龙还刷新了 微博在这个时候硬开团 得以把优势浪给了对面 一分钟过后 风龙刷新了 微博再次强开盾三 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就一定要强开盾三呢 你的牛莫和达摩在前排顶着 你有机会闪现前后翼的呀 你开局扳掉弓顺利和马可 不就是为了可以切呆射吗 而且就算后翼大鸟射中了 你只要让牛或者达摩在前面顶着 达摩开仓穷 也不是不能吃下来 然后打反手 不是也一样可以吗 为什么就一定要把技能全部交给顿三呢 这样你没技能后 你怎么去限制这个后翼的输出 这部微博打得太迷了 团战打出之后 风龙也没了 最后水晶爆炸 稳了一晚上 最后关键时刻掉链子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